师父您开始一下下一段就是这一段话吧 为什么西方廉池路上不拥挤啊 答案因为在修行路上伪善假慈悲消失一批 二挟肢斜见的调队一批 三离经求法的病倒一批 四没有政治正见的迷失一批 五亲人反对学和消沉一批 六朋友阻挠了退缩一批 七自己盲修下恋战网一批 八干板不去修行淘汰一批 九学了没有践行滞留一批 十自以为是成就作废一批 结局道心不退连时海会 坚持别人不能坚持的 才能拥有别人不能拥有的修行 就师父开始一批了 非常好 讲得非常对 就是这样 完全正确 这百分之一百对 就是在修行道路上 每个人如果不能坚持的话 其实佛法界里面有个叫精进 六波罗蜜 里面有个精进 精进波罗蜜 一个人的精进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个人倒退了 实际上像刚才所有的倒退 倒退的那种理由 对不对 十个理由 十种理由 实际上讲到底 是倒退的十种理由 对 那么讲到底还是个倒退 对不对 所以一个人精进是最重要的 你不精进就倒退 不精进的 反面词是什么呢 就是倒退 精进就是前进 精进的努力 往前 你一不精进就倒退 所以一个人学佛 这么没有骨气 被人家一讲就退了 被人家一讲就怎么样了 被人家 我经济 我发不了这个愿 你说这种人能成菩萨吗 你告诉我 那不能 好了 这个叫所有的理由 我可以举出 一百条理由 你是只有十条 我可以举出一百条理由 可能是一千条理由 你都可以说 我有理由不学 对不对 但是你要是精进学佛的人 一条理由都没有 我只有一个两个字 精进 什么困难都能排除 성공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